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孟参老和尚 越是困难 你这样发心越快消夜 无灾无害地过这一生 平平安安 吉祥如意 这个谁都得不到 你怎么样无灾无害地过一生 得靠你的善根 你能把过去的恶业 不善的种子 把它都转变了 自然的善根增长 处离三界 何况欲见人天的福报 如果我们现在诸位道友 能够共同地学这些佛法 中成 小成 大成全都学了 无量生难得遇到 要是遇到了 学 我们不是要求成就人天善根 不是为了人天的福报 也不是成个阿罗汉二成的果报 也不是想成全成的菩萨 现在我们学普贤菩萨行 人人都成就普贤菩萨行门 不求人天世间果报 但是你这个菩萨行兼顾 永远不退断 菩萨行就是普贤行 大的觉悟心 同时 大的菩萨行 是不为自己求安乐 不是为我自己想的一点点好处 那愿什么 求什么呢 但愿众生的幸福 越是你困难的时候 还报的时候 灾祸来临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发菩提心 大愿心 我现在受这个苦 愿一切众生都不受 我替他们代受了 有这个大菩提心吗 当你受苦时候 人人都想脱离苦难 但是 不但不求处理 我还要发大心 我愿一切众生都替他们受了 这是大菩萨 这叫秘密法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秘密法 如果你这样想 当你苦难的时候 你不但想 而且这样去做 你跟普贤菩萨 文书十里菩萨 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化等号 虽然你地位没到 但是你这个心达到了 心成一切法成 我这两天并也很多 老跟病缠到一起 很不舒服 不但我病 我身边的小道友 一个逝者病了 两个逝者生病了 三个逝者病了 还有一个走了 到外地去了 没了 害病了 我自己也害病了 我怎么想 反正我害病 一个病也是病 两个病也是病 再多点也没关系 全都替他们受了 你发了这个愿 身体不大舒服 心里很舒服 心里一舒服 把病忘了 有好多的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作证 你在苦处的时候 不论病苦也好 受难的时候 怎么不舒服也好 这时候你生道心 菩提道心越大越好 就是发大愿 完了翻回来 回来时候 你心里头的安乐 得到快乐 得到享受 这我可以给大家证明 我好多事都是这样子 越在苦难的时候 但是得让他相续 我不能相续 怎么不能相续呢 过那个时候就忘了 那个大愿大行 不能相续 只是一时的 这个功力不够不行 要长时间的 正面让他相续 斜见他一起就断面 大心才能渐渐地增长 大心 大愿 大行 大慈 大悲 不是容易的 人人都想做 一静 遇着挫折了 就断了 又退回来了 发了大心一发 发容易 但是最容易失掉 坚持不容易 大道心 大菩提心 大愿 难发 难持 容易失掉 而且很难得发 对静发心 没有静发不起心来 欲有境界像 这要修善根 修善根的目的是什么 转变过去的业 我这大愿大行 转变我过去的业 为什么我现在想做什么 都不如意 做不成 为什么 业障太重 那你把业障削了吧 削业障靠你发大愿 大心来削 说是我们要想修善根 得把过去的业转变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